大家好,接下来学习第四小节 阿里用OSS的API和SDK的介绍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相关的概念 OSS的产品介绍 它的形态 以及做了object和bucket的操作演示 官网控制台 其实所有的操作 看到的菜单也都是通过OSS API进行的 所以非常有必要去学习一下 API的调用方法 以及它的参数和函数 调用方法的话 它是全部给予HTTP协议 当然也可以支持HTTP-S通信 就是可以支持加密 统一的服务地址是OSS.arioncs.com 所以它整个是一个SaaS的服务 然后通过地址可以直接去访问就好了 那支付编码呢 我们统一是UTF8 这是一个整体的API的概况说明 借口列表 有这么几个 service操作 那只有一个函数叫getService 就是listBucket 就是把bucket列出来了 然后object操作就是有拷贝 删除 删除多个object get hand put和post 基本上它是文件的增三改查 没有改 没有modify 看到吗 没有modify 就是它不允许去修改 直接去delete 然后再去上传 叫put 或者是post 也可以拷贝 不止止修改 bucket的操作 那可以列出 删除bucket 删除bucket的日志 删除bucket的这个里面的网站 相关的缺械的设置 SL 修改缺械 设置缺械 这是bucket的相关的函数名 然后还有跨域制约的一个操作 跨域制约什么概念 就是说 尤其浏览器的一些限制 还有一些我们 我们做一些安全的一些 一些控制 比如说一个域名下面 当前在操作 在访问 那如果这个时候 我调用另外一个制约 我调用一张图片 是另外一个域名下的话 一般情况下 流浪器会有一些警告 或者是我们 制约端会有一些限制 不允许 那如果我们 主动做了设置的话 会避免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错误的响应 响应码就是说 哪些操作不支持 哪些操作是错误的 都可以在 错误参数码里面可以看到 然后最后一个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叫分段上传 Multipart 就是可以把文件拆成多个部分 然后去上传 它又有初始化 又开始上传 那么可以上传拷贝 完成上传 可以终止上传 也可以去列出我上传的部分 比如说我有一个 两T的一个大文件 这时候如果用put或者是post 基本上是无法完成的 它超过5G就不让上传了 那我只去把它切成段 切成比如说500兆 或者是 或者一个G 一个文件 一段 然后去切成很多段 去上传 这样就可以完成 那这个函数呢 大概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真正去实现的时候 可能不需要去直接对API操作 我们都有很多的SDK 看一下一个API的具体的使用的案例 比如说我就普通一个上传文件 它这么请求的 看上去代码有点多 就是put 这个OS的GoPG这个文件 然后HTTP协议 host 完整的hostname 然后这是一个HTTP request的一个语法 长度 然后就是认证 然后这是整个的这个文件名 它需要去把这个东西put上去 然后后面的是我们的这个object的一个data 就是数据文件 那获得什么响应呢 其实如果上传成功的话 会返回200OK 然后会产生一个request ID 然后会打一个列子一个标签 然后表示是唯一的请求 那最后server先是Alioss 这就是一个普通上传文件的一个 请求的参数和返回值 底层最底层的HTTP报本可以说 那真正使用的时候 不需要去这样做 那开发包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Java 主流的开发语言 Java Python Android IOS PGP 还有这个C 从C的开发包 微软的.NET NOTGS 都有 这么多语言的SDK 都已经陆续的发布出来 其次 大家开发的时候 选择你出一个语言 然后用SDK开发会非常的简单 直接就变成一个 引入 引入这个SDK包 调用函数的方式去实现 不需要去 也好多去敲底层的代码 比如说基于SDK开发 我们首先需要做哪些步骤 那是登录我的官网控制台 然后呢 它必须要做的是说 我要到我的 XSK的附近去找到 就在这里面找到我的XSK 就是需要登录我的 登录名ID和XSK 这两个一段用户名和一个密码 拿到以后来 调用SSDK SDK的时候呢 需要去做身份的业证 这个它和这个 我们的阿里游官网的 用户名和密码是分开的 因为一个是API使用 一个是 用户名 web登录使用 是不一样的 用户随时可以在 管理控制台进行禁用 和删除 创建新的XSK 这是用SDK操作OSS 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步骤 大家要注意 等一下我会演示到这个过程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是说给大家看一下 基于OSS SDK开发的 第三方的工具 再先做一个演示 看看这些工具呢 大概是做什么用途 长什么样子 好 我接下来去上一下 这个官网控制台 还是刚刚这一个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XSK XSK在这里 官网控制台 比如说我进来 这是首页 然后呢 进控制台 然后呢 上角 上面PAU的地方 会有XSK 一个菜单 好 进来以后 它会有一个 这是我自己创建的XSK 然后有密码 然后可以新创建新的XSK 然后为了安全 它要业证码 这个我们就不往下走了 因为手机不在附近 那显示的时候 为了安全 它也是需要业证码的 所以这个呢 第一次显示 它是需要的 总之我们要如果需要的时候 通过这里创建 XSK ID和XSK 就可以登录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看的是第三方的 这个工具 基于XSK开发的 比如我们在帮助文档里面 大家要学会上这个帮助中心 特别多内容 OSS的帮助文档 然后有周边工具 第三方工具推荐 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 OSS控制台客户端 那其实就是 一个通过客户端来去管理 OSS的一个工具 比如说 这是一个客户端软件 加码开发的 我上来以后 就可以去这操作了 比如说新界文件夹 上传下载 复制 删除 获取地址 什么都可以 还可以批量上传 这些功能的都是 基于SDK开发出来的 大家可以直接下载 去安装试用 我看到这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上海助用开发的 同样 回退一下 这个工具的支持Windows和Mac 两个操作系统 还有FTP for OSS Server 就是说 他把一个 因为OSS具有大容量 重储的这么一个特性 就是空间不限制 然后空间数量也不限制 但是这个软件 它是说 我把一个OSS 当成一个重储空间的地方 然后开发一个软件 一个service 对外暴露 R1端口 FTP的接听端口 然后我客户端通过FTP工具 就可以把文件传到OSS上 其实它是中间做了一个转换 然后站长通过上传 配置端口 然后用FTP用工具 会自动转换操作 把它放到OSS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 如果大家想把OSS 当成一个FTP的文件重储空间 可以直接拿这个 安装这个软件来使用 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通过SDK 可以开发好多神奇的功能出来 其实有意想不到的 其实这些功能都不是 阿里用自己开发 都是我们合作伙伴 开发起来的 比如这是一个OSS FTP工具的介绍 它是一个特殊的FTP的一个sever 受到普通FTP请求以后 将文件映射到 映射为OSS操作 最后来管理OSS的文件夹 可以看到在这里安装完以后 做配置 配置完保存 最后我们在普通的FTP客户端 然后去使用 就可以登到我们的服务器上 然后可以上传文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SDK的案例 当然还有很多的操作 当然还有很多的操作了 比如说OSS 这个Command工具 那是通过命令行 命令行来去使用我们的OSS 通过命令行来上传文件 创建Bucket 然后上传文件 删除文件都可以 好 这就是一个整个OSS API和SDK 这个小章节的一个介绍 最后进行了一个工具的一个展示和说明 好 本节内容呢 将写到这里 谢谢观看